同一年集结了四位香港影帝 三位香港影后的吴建道 在香港市场获得了高达六千万港币的票房收入 但因为配额的限制无法进入内地市场 两地的电影市场急需进一步的融合 对不起 我是警察 谁知道 当年温总理在香港接见董特首的时候 董特首就提出来 你看内地拍的张艺谋的片子在我们香港 我们可以放映 全世界电影都可以来香港放 但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回归了 我们在香港的吴建道 在内地不能同不成 这个应该是把我们香港电影作为国产片来待遇 所以才催生了C本对电影的一个特殊政策 2003年6月 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签署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也就是Cpart协议 其中规定 内地与香港合拍电影不再受进口影片配额的限制 合拍片中 港方主创人员所占比例不受限制 但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 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对故事发生地无限制 但故事情节或主要人物都应与内地有关 香港电影的北上浪潮由此开启 所以那个时候就看到内地开始票房好 也开始发行制度比较健康 也比较透明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灭期开始 我就觉得应该开始可以来 2005年 陈可欣以一部歌舞片《如果爱》开始了自己的悲伤 我记得在拍《如果爱》的时候 就讲了就可能笑话 但是那个确实有点 我们在安定门桥那个河上 就拍那个河接冰了 那个河又很长 我能想到的就是沙打河 就是巴黎沙打河 那我觉得我们以前香港电影喜欢那种感觉 拍两个中国人去欧洲旅行 感觉有多妥卖性 永远都是我们都给香港人去到欧洲 现在终于来到内地 你觉得我们能够自己有自己的 那么大的一个世界 那么大的 因为香港人冬天连雪都没有 所以我当时拍《如爱》都在拍雪景 就是觉得画这个东西非常好 谢谢 所以其实是本来就是那么肤浅的东西 那么表面的东西 那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只是市场 是整个视野都宽了很多大乱动 从2003年开始 内地电影市场 以每年30%到40%的速度高速增长 到了2005年 全国票房收入达到20亿元 而票房前10名中有9个是核拍片 其实如果你看我们核拍片的情况 最卖座的10部核拍片里面 可能有6到7部是跟香港做的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了就是1加1等于3 我们把两地最好的人才 最好的技术 最好的概念放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元素 香港电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香港电影它主要它的世界观 香港的导演 明星 他们接触世界非常多 跟外来的人合作机会很多 他跟日本 跟南韩 他们这个沟通很多 第二个就是香港的节奏 香港做事的节奏非常快 我们很多电影人都说了 这个到了 包括去了美国 他都觉得香港比他们有效率 因为美国有工会控制的这个 每天只能工作多少小时 香港不是的 香港我这个布景只有今天 明天要还给人了 这个厂房要还给人 我就必须今天拍完 那么所以香港这个整个节奏 包括香港电影的节奏 你看 也是非常明快的 它其实是反映了 这个香港人做事的一种精神 但是如果从商业的层面来看 有人也说 香港电影北上带来的后果 就是去赚快钱了 另外它是一种快餐式的 是一种 甚至是一种 赚一把 先再说这种